苏卫明 真的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苏护士 你得跟我们回局里边去 为什么 我们需要你的协助调查 护士长 小苏 要不跟他们去一趟 医院里的工作梦 让他们帮你代班 哦 我们去工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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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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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副局长 真是不好意思 请多包涵 有意思 柳暗花明啊 就是你把我们逗得团团转呢 主要是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 而且我的身份必须继续保密下去 行 你放心吧 这是进口的肾上腺素 这就是部队医院说 咱们这根本买不到的那个东西 这很可能就是杀害管达妈的毒药 这是在管达妈的病房找到的吗 那是谎话 我是在焚化炉旁边找到的 事实上 我找到的 是一个已经被踩碎了的瓶子 我小心得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那引出来了吗 没有 很可惜 我刚开始要行动 这不我就到这儿来了吗 我想是小罗告的秘把 你让小罗看到真迹了吧 不 我是给何丽看的 正好小罗也在 你给何丽看 什么意思 除了护士长以外 何丽是唯一帮管大妈在书页里注射消炎药的人 你说的没错 我还亲眼在病房里看见了何丽 往管大妈的书页瓶里面添加了消炎药 你怀疑何丽 他有下手的机会 更何况他的身份 我的任务就是他 他的身份 他什么身份 怎么这么复杂 周局 您还不知道吗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地下党啊 我就知道 我这儿有人搞破坏 搞爆炸 我哪知道你们小护士还有个啥身份 该不会他也是地下党吧 她是万汉元的女儿 真的 这 不可能吧 可能她自己还不知道 她就是万汉元的女儿 她的档案上写着 生父是何凤翔 她是烈士的女儿 但是也有可能 她根本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的父亲 万汉元的下落 甚至 他有可能 是万汉元派到江城 来进行破坏任务的独特之一 当然 也有这种可能 那你 把这个药瓶 让何丽看了以后 他有什么反应啊 没有反应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 也许他是装的 不知道呢 会不会 不 他肯定是不知道这是什么 因为我是在他毫不设防的情况下 把这个瓶子放到他的手上 如果他心中有鬼的话 一定逃不出我的观察 对自己 挺有信心的 当然 我受过很严格的训练 我怀疑啊 咱们医院里面 可能有人 有问题 一定得把这个人揪出来 有问题的不仅是人而已 那还有什么呀 医院里面 闹鬼 闹鬼 请上转 再见啊 那我先走了 好 嗯 不解 可不是个简单的护士 这一回算我看走眼了 你是夸我呢 还是自我批评啊 都算了 你别说 你还真像个护士 当然 我接受了半年的护士训练呢 哦 就为了接近何力 为了能到江城医院工作 这么说江城的问题 你上级早就知道了 上级分析 狄特可能会破坏 抗美援朝的伟大计划 你怎么知道 万汉援 万汉援 难道 万汉援还活着 这就在问你了吧 好啊 这下我全明白了 是我提醒的你吗 就算是吧 那你怎么谢我 嗯 行 等哪天 我请你吃假香菜 那我可等着了 好啊 哎呀 快点啊 怎么 那么着急干嘛 秋红 哎呀 你快点 蘇姐 杜组长 你们干嘛去 我们 我们去看护士长抓鬼啊 抓鬼 护士长跟保卫科的人 去看那栋楼去了 我们也想去 你们不怕吗 这样 咱们一块去 走 走 走 这不可能 这是百叶窗 怎么会有反光呢 我们都仔细检查过了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他们老是这么说 我特别偷疼 他们都胡说 护士长 护士长 杜组长 小苏 我想啊 这个光会不会是手电筒的光啊 不可能 这里边根本没人 哪来的手电筒的光啊 可是 我明明看到有闪光啊 你确认是闪光吗 我觉得不是 秋风 秋风你觉得呢 嗯 哎呀 反正就是有光 至于什么光 我也不明确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就你们事多 别让组长在这待着了 这边蚊子太多 回去再说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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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